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好 今天呢,给大家简单聊一下张忠谋和台积电 那这样一家公司在台湾岛内 包括在全世界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家公司 那么最近我们看到 他们在美国开设新的芯片厂 那么在装机典礼的前夕 美国的官方又宣布台积电总投资金额增加到400亿美元 第二阶段的3纳米制成 预计2026年投入生产 此举令台湾内部对于台积电这座护国神山 可能变成美籍电的疑虑甚深 那刚刚这一段文字 它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个评论 一个摘要 我简短的给大家读一下 那么张忠谋啊 在这个前不久啊 APIC这个会议上啊 他主动与习主席打招呼啊 习主席啊 也简短的简短的对他的身体啊 进行了一个关怀 说实话 我对张忠谋这个人呢 还是比较有好感的 与台湾人民一样 但是他去美国开设这个芯片厂 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呢 可以说是晚节不保 前功尽弃 就是你一个人 无论你这生前啊 你做了多少善事 可能就因为一件事做错了 你整个人的生育 就会成为你人生的一个污点 那跟其他宗教不一样 你比方说在佛教里面 你只要是在罪恶很深的人 你只要做了再多坏事 只要做对了一件事 也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但是现在这个社会 不会是像你那样去思考 那么张忠谋啊 张忠谋这个人啊 我之前刻意的去查了一下 他的这个 这个他们的官方的网站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网站 就是台积电的一个官方网站 包括张忠谋本人的 这一个百科 我也去查了一下 他是出生在中国内地的 一位人士 前期是中国人 后期变成了 现在到目前为止 他是一个美国国籍的人 他之前出生在中国 又生活在美国 又生活在台湾 可以说啊 中国和美国 以及台湾省 这三个地区啊 他们都 张忠谋这个人呢 都有一定的了解 我相信 由于国共内战的一个原因 那么张忠谋啊 他这个人呢 对中国大陆啊 恐怕还有一些偏见 我在这里 给各位网友简单的分析一下 这是第一个事情 那第二个事情 那么中美两国啊 大家都知道 在高科技领域 芯片上 芯片战争呢 打得非常火热 如果说 2026年 他投入了一个生产 投入了一个生产 那么到那个时候的话 嗯 美国就可以 完完全全的掌握 台积电的一个芯片制造技术 那么台积电 在岛内的芯片技术 美国如果说这些 将来两岸 如果说一旦开战 那么美国 他可以要求把厂关了 或者是把设备搬走 或者是 把台湾的人才 都掏空到美国去 这是第二个事情 那么这第二个事情 对中国的影响就非常大呀 对中华民 中华民主的影响就非常大呀 这个中美贸易战事很 这个特别是高科技战争 打得非常火热 高科技战争也是一场 没有消音的战争 但是对我们大陆来说 我们大不了 晚几年发展嘛 对不对 三年 五年 三年不行 那就五年 五年不行就十年 对不对 大家 我想对岛内的同胞说 有些新闻岛内的同胞 不一定看得见 今天我也看到一个新闻 那么张忠谋啊 他早年在美国 一家科技公司工作 就是因为他一个 华裔美国人的一个身份呢 他只能干到副总裁这个级别 最主要的原因 一个是他职位不能进身 二个是他的待遇 跟美国本土的美国人 其他一些美国人 皮肤不一样的美国人 那么他们这一个是有差别的 就是待遇不公 按理说张忠谋这个人 他应该有所反思 那最近我看的这个新闻就是 从台湾本地的 去到美国的这一批工程师啊 他的工资待遇啊 事实上比美国人还低得多 有些台湾工程师就开始涂苦水了 以为美国是天堂啊 实际上去了之后 那那里并不完全是天堂 你的待遇 你可能还不如美国人 你的享有的人权保护 你享有各方面的生活保障 你是不如美国本地 美国本地人的 当然你想有的这个生活保障 工作保障 你更比不上了 美国一天 美国人一天工作几个小时 对不起 你台湾人一天要工作多少个小时 大家都去要计算一下 这个就是待遇不公 所以说张忠谋的第二件事情 把台 台积电设厂设到美国去 我觉得他这个就是 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一个事情 对他本人来说 应该说是晚节不保 晚节不保 那么第三一个事情 为什么 我们没有看到 蓝绿政客和蓝绿利益集团 来极力反对这个事情呢 特别是蓝绿的政客和利益集团 为什么他们是正一只眼 闭着眼 就即便是讨论 也只是讲一个什么市场原则啊 这个现在企业这个竞争啊 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啊 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是说空话 完全是给台湾人民洗脑壳的 这个是完全是不对的 那张忠谋最近也在说啊 那个全球化已死 对不对 那谢金火他说全球化早已经死了 我今天看的一个评论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蓝绿的这个政客不去反对 因为给大家说一句实话 因为蓝绿政客及利益集团的 他们的把柄 他们的钱袋子就在西方 就藏在西方 这也就是为什么像立陶宛这样的彼此小国 对不对 像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 他们可以对台湾欲取欲求 你蔡英文 你蔡英文如果不听话 对不起 我把你的博士论文 我把你的博士论文的真相 把它公布了 你蔡英文要不要听话 你民进党整个贪腐利益集团的 这些钱袋子金库 藏在美国的 那你要不要 被西方公布出来 你必须要听话呀 你不听话 老子就给你公布出来 对不对 对于蓝银也一样啊 难道国民党就没有 把那些政客就没有把钱存在西方吗 就没有美金账户吗 这绝不可能嘛 对不对 所以说蓝绿利益集团呢 他们是联手台湾的资本家 来出卖我们中华民族的利益 而且出卖高科技利益 这实实在在就是一个 汉奸的行为 所以说我说张忠谋 晚节不保是有原因的 最后啊 张忠谋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还有一个发展 看他老先生 能不能再为两岸 做一点更加有益的事吧 当然我们不去奢望这个美国人去 考虑这些 但是我希望台湾有良知的人 要极力反对这件事情 我也希望台湾的工程师 特别是台积电的工程师 一定要深思熟虑 我知道你们这个待遇还不错 但是你想一想 想一想台湾 想一想台湾岛内的这些人民 他们过得可怜了 他们未来没有台积电 他们还剩下什么 大不了中国大陆晚发展几年嘛 对不对 就晚发展十年嘛 我们也要把芯片造出来 对不对 十年不行就二十年嘛 我们也要把造出来 那就像这个疫情一样 对不对 我们晚开放两年 晚开放三年 我们少死一百万人了 这就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 对不对 我也希望啊 台湾人真正有良知的人了 要反对台积电签厂去美国 如果说这件事情不解决 台湾将没有竞争力可言 谢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